лx2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1820年左右 江州人跟泉州人 為了爭水爭地爭利益 所以产生一些不明欲的卸斗 那1825年 资山园的张州人 他们就在资山园上 盖了东西南北四座的爱人 1852年到1859年 张州人跟泉州人 发生了惨烈的卸斗 尤其是1859年 所以这个爱人现在是宿国仅存的 张权随斗的遗志 那到1860年 张权援兵议和 那就大家就相安无事 到了1895年 以卫歌台 日治史证开始 日本人就把东爱人 南爱人跟北爱人 把它拆除了 所以仅剩下这个西爱本 所以这一座西爱本是 在我们资山园的居民来讲 是一个精神的坐标 那这个资山园 这个西爱本 它是以石鹰沙岩 就是七里岸石所砌成的 所以特色是 上面有自碟 自碟中间有冲孔 那冲孔那是一种火炮的一个 一个射击的一个孔洞 那也可以跳望 全州人 怎样攻上来 资山园这个地方 从180度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台湾的防疫公式 也叫做一个防疫索药的时候 资山园西爱本是 硕果仅存的 古老的爱本 在我们资山园真的很珍贵 这蛇蛙石是在保护 资山园西爱本的石 那蛇听说是吃青蛙 青蛙吃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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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蚣 其实这个蛇蛇石 其实它是一种巨像与物像的 那个山坡崩塌下来的落源块 然后经过长脸蜡蜈蜈蜈蜈蜈蚣 所产生的一种巨像的东西 所以叫做蛇蛙石 蛇是上面那个 上面那个蛇头 然后下面那一个就是青蛙 对 来介绍这棵树 这棵树是大叶蓝树 那是在资山园的边坡 不过它一直壮大壮大 它的根 也撐起了很大 然后把我们资山园的 国家三级古迹的西艾文 它的基座也稍微把它破坏 那台北市文化局就乘一些专业者 为了保护资山园西艾文 就用染线把它撐起来 让它不再破坏我们的艾文 让我们的大叶染树也不会倒下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资山园的 这一座山大树之一 大树之一 所以这些染线是特别 特别就是要支撑老树用的 对对对对 把它支撑起来的 在1752年 这汇集公司盖1752年 那张作人的仪名 他们是从1709年 就来到这边仪肯了 那这一座山是一个皇家的 后来他们舍山献地 来盖他们的故乡的守护神 就是开张圣王 那开张圣王 他是三代都是五战神 那他带了一些部署 到泉州跟潮州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墾荒 后来墾荒成功 他自称那个地方叫做张州 后来他被一位流寇叫南凤高所杀 那唐朝皇帝就侍奉他为开张圣王 那我们这个汇集公其实是三座庙结合在一起 第一座庙是汇集公 他释放了指神 刚才讲的就是开张圣王 第二座庙也是同时起手盖的 之三元寺 之三元寺那时候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后来就是潘永兴他所盖的一座庙 叫做文昌寺 他过世以后就把文昌寺迁过来 改成文昌阁 所以我们汇集公是三座庙结合在一起的 那大家可以知道 这座庙是一个南方式的建筑 上面是有葫芦寿都是讲吉祥的 然后上面的一些八仙 其实这种用彩色的陶片 去把它剪跟连起来的 在我们台湾的民间公寓叫做简连艺术 简连艺术 那我们知道这么漂亮的背景 一般叫做西诗集 因为西诗最漂亮东诗最丑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类一直说 我们是人定胜天 我们人类的力量能够抵得过 或是我们的聪明才智能够抵得过自然界一切 但是未必 有时候我们要顺应天地 所以我们的西诗集有五六个风洞 那意思就是说台湾有东北季风跟台风 为了避免这么漂亮的西诗集 被台风或是东北季风吹倒了 那所以做这种风洞 让我们的西诗集能够保留到原来那么好的地方 那这个汇集宫现在是刚修建好 修建好 那当然也有古楼 是这样子的 这两三年重新再整修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国家的 现在算是四顶古迹 那这种庙宇一定要修旧如旧 不能修得太新 修得太新专业者或是一些专家学者一定会打枪 会讲话 所以它修得很漂亮 是蛮不错的 古色古香 一切都大部分都用手工去做的 他们是请一位 北义大一位那个匠师教授 就是民间的教授来做的 手工做的 所以做得栩栩如生 做得很生动 最重要它是一个寺庙的文化 都会把它展现 所以等于说它在修复的时候 要用它 如果说找不到原始的材料 要找到相近的材料 去把它用得跟原本一模一样 是 听说这种陶片烧制 或是石灰的发酵 那里有一个石灰草 然后一些都用古法去把它做起来的 所以他们会计工管理委员会 是蛮用心的 跟那个法案工一样 蛮用心的 他们也是古迹的守护者 是 是特地为了要修庙的建材 然后所以盖了一个僵石灰草 对 这是临时的 这是灵石的 这是临时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